而今天跟中国有关的一个高科技竞争的重大新闻是美中的高科技竞争制裁持续扩大 原来有半导体太阳能 那么现在美国连电动车的供应链都作为竞争的场域 美国最新的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从2027年10月份开始 不能再采购来自宁德时代跟比亚迪六间中国企业的电池 分析认为这有可能加速美中在供应链上进一步的脱钩 而另一方面美国产业界仍然必须拥抱中国市场 回答的执行长黄仁辉最近低调访问中国 外传是为了向阿里巴巴腾讯或者与字节跳动 推销他自家生产符合美方审查新规的降规版晶片 中国电动车电池产制龙头宁德时代去年二月才证实获得 美国福特汽车投资高达35亿美元在密西根州合作设立电池工厂 然而计划先是遭到美国当局调查之后又受到美国汽车工人 大罢工影响福特公司紧急喊停相关投资直到去年11月底才宣布重启 但产能与投资规模已经大砍约四成 坏消息还不只是这样 美国国防部由2027年开始将会停止采购来自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六间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 上个月有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 要求五角大厦必须停止采购六家中资企业生产的电池 但是宁德时代与比亚迪所生产的电池 高居全球车用电池市占率的第一与第二位 并且联手南跨了全球半数产量 美国国防部宪政厘清法规限制范围 未来电池采购可能会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 跨国投信公司野村认为 禁令主要限制美国军方采购 商业采购没有受到影响 因此分析禁令影响不大 但也有分析认为禁令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美国近年积极在半导体太阳能 以及电动车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的步伐 尤其美方去年在电动车与车用电池的 补助与补贴上 都加入排除中资产品的限制 专心扶持美国国内产业 此外美方对于来自中国的安全疑虑 更是加紧审查 以中国作为第二大市场 百分之十六收入都来自中国的 瑞士瑞典跨国机械工程集团ABB 因为与中国国营企业上海振华重工 合作制造的起重机 从中国直接出口交货给美方港口 这引发美国国会对于中方可能会透过 起重机内电子系统 截取美方进出口数据的疑虑 作为ABB集团第一大客户 包揽集团近四分之一收入的美国 近日就由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和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等 两个委员会 向ABB集团发信 希望能仔细厘清该集团 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合作 以利排除疑虑 看来美国有关政客的被害妄想症 是越来越严重了 从指控中国信息技术设备留有后门 到生成中国生产的起重机 是收集情报的特洛伊木马 再到渲染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 威胁国家安全 美国有关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气泡 越吹越大 同时他们打着国家安全幌子 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 也越来越暴露无遗 尽管美国国会与政界 对北京当局的戒备持续提高 对高科技供应链的 去中国化动作也越来越明显 但美国产业界显然更愿意 以和为贵 继续和中国做生意 美国晶片大厂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上周就低调视察 上海北京与深圳分公司 并在尾压活动上 罕见地脱下招牌皮外套 穿上东北花背心 还跳起纽阳歌 这是相隔五年 黄仁勋首次亲身到访中国大陆 期间未传出有任何官方拜会 分析认为黄仁勋这趟中国行 主要是向合作伙伴 推广公司针对中国市场 所推出的降规版晶片效能和可靠性 此前有媒体报道 阿里巴巴 腾讯与字节跳动等晶片大买家 有意放弃挥达改买华为等国产AI晶片 黄仁勋希望说服合作伙伴接受 这种在美方监管规定下所生产的降级晶片 与大陆国产晶片相比仍然具有竞争力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市场之一 我们欢迎各国半导体企业和产品进入中国 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快速攀升 中美之间的高科技竞争仍持续扩大 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与重组也可能更加剧烈 TVBS新闻综合报道